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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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 你回来了 嘟嘟 你怎么了 在学校发生什么事 要不要告诉妈咪呢 真好 嘟嘟 你回来了 好 妈咪快快快 我们可以来吃点心了 嘟嘟 你看 妈咪的眼睛有毛病 一直渣呀渣的 你才有毛病了 瓜瓜 你都没有看到嘟嘟心情不好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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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吃吃吃 一年都不关心我 吃也错了 吃不吃 我哪有力气关心你 好了 嘟嘟 你到底怎么了 你看 妈妈都快要急死了 妈咪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班向云哥同学 好坏 每次都喜欢炫药的裙子 昨天在学小云的裙子 把小云用过来 他今天又来掀我的裙子 而且他还到处跟别人说 好讨厌 原来你是为这事情生气 那你有没有跟老师说呢 人家不敢说 说说说 我去跟老师说 像这种小坏蛋 一定要让老师好好的处罚他 对呀 瓜瓜说的对 如果在学校发生事情 一定要报告老师 老师才好处理 可是 我知道 你觉得难为情 对不对 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是他做错事又不是你 对呀 是你同学不对 你该让他知道 你不喜欢他这样子 对呀 对呀 每个人的隐私处 是不能让别人侵犯的 隐私处 是什么意思 隐私处 妈妈 你来说吧 好 妈妈来说 不过呢 只要先从认识这些身体开始 讨论时间到了 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嘟嘟 你认识自己的身体呢 那是 有头 手 拽船 眼睛 可是身体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部分 对呀 那还有哪里啊 妈咪 那感觉算不算 当然算咯 感觉思想都是身体部分啊 是吗 是啊 就是我们看到的地方 还有痛痛啊 生气啊 高兴啊 快乐 想睡觉的时候都是身体部分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认识自己身体要做什么啊 认识自己以后不管是肝 癌 胖 瘦 内向 外向 都喜欢自己 这样才能做好自己身体的主人咯 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对呀 这很重要哦 我们可不可以随便乱碰乱打别人 不 可以 同样的 别人当然也不可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对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哦 所以我的同学掀我群齿 我也不喜欢 我要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子 嗯 我懂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不伤害自己 也不可以伤害别人 所以 哈 多多 你以后不可以再抓我头发 睡觉 不可以把我压扁 不准干活 抢连行去 不准够抢连行去 好了好了 我知道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隐私处 我们来好好想想哦 什么地方一直是藏起来的啊 不被你们看到 不被人家摸的呢 奶奶啊 嘘嘘啊 嗯嗯呢 还有呢 嗯 不知道啊 啊 我知道 所有的性器官都算在内 性器官 对啊 通常性器官还有性器官附近 都不需要别人碰 像是身子器官啊 臀部啊 胸部啊 胸部啊 还有嘴巴啊 都是哦 嗯 这些地方 除了你自己 或经过你的同意 其他的人都不可以随便的碰你哦 谁都不可以吗 谁都不可以吗 都不可以 奶包光银肉 瓜瓜 从天天开始不准在几道的床上睡 这样 都不算了 我们去相亲相爱了 对不对吗 好啦 赖皮鬼 瓜哥 你怎么吃了这么多 在我们的世界里 从小妈妈就告诉小朋友 自己要有身体的自主权哦 这个是常试耶 嗯 来 你想想看哦 在什么时候 有哪些人 可以看到 或碰到你的隐私处呢 小时候妈咪帮我洗澡啊 擦屁股啊 对 大人帮宝宝洗澡 换尿片 到医院看病 或是说你受伤生病了 需要人帮你做清洁 处理的工作 可能就会看到你的隐私处哦 那怎么办呢 但是不要让他们看到呢 那医生怎么看病啊 看病是比较特殊的 就不用太紧张了 哦 嗯 虽然不用太紧张啊 可是啊 护士啊 医生啊 要帮你做检查治疗的时候呢 之前还是要先告诉你哦 嗯 对对对 要是不先告诉你 就检查你的隐私处 你还是可以反对的哦 哈哈 嘟嘟 你现在懂了 什么是隐私的部位了吗 懂了 嗯 懂了还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隐私圆哦 这才是做自己身体好主人 有身体自主权的第一部 哈哈 所以啊 下次那个爱谢人家裙子的男生 在谢你裙子的时候 你怎么办 大高老师啊 嗯 你还可以问他 他是不是也喜欢把自己的屁股给人家看 如果自己不喜欢 为什么要偷看人家的嘛 嘿嘿嘿 鬼鬼啊 你可以告诉我二部三部是什么 第二部嘛 嗯 哎呦 我这一会再告诉你 我的肚子好多 看你 真实 嗯 老是在想吃的 好 妈咪去准备你们最爱吃的布丁好不好 好 耶 晚生 给爸妈和市长的话 各位爸爸妈妈老师们 尽早告诉小朋友 如何爱护自己的身体 保护自己的隐私 才能做好自己身体的好主人呢 讨论时间到了 我不喜欢你碰我 我不喜欢你碰我 乖乖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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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星期天要不用上学 这么早叫我起床做什么 乖乖 你忘记了 今天有最好的同学小林他要来我们家学功课 真的 那我们就起来等他吧 好 他是谁 我是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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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乖乖 他是一个又冷又爱吃的捣蛋鬼 你才是爱哭鬼呢 你好可爱 你不要碰我了 好小气 都不让人家抱 我又不认识你 乖乖 你不是就让人家抱你 就让人家亲你了吗 拜托 那是自己的家人啊 我又不认识他 他这样子我好难过耶 你们不是也不喜欢不认识的人碰你们吗 嗯 上次有一个小时来我们家 他一直要亲我抱我 我就觉得好难过 对啊 除了我爸爸和哥哥 别的男生牵我的手 我也觉得怪怪的 唉 唉 这就对啦 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个界限 身体有界限 是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 我们都很不喜欢 别人突然就抱我们 就亲我们 好恶心 再比方说 小的时候可能很喜欢 爸爸妈妈帮我们洗澡 可是长大了就不喜欢啦 还有每个人的自己身体都有界限 有的人可能觉得亲亲手没有什么 可是有些人觉得被碰一下 就很不舒服哦 我懂了 所以人家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不喜欢的时候 就不要去乱碰别人 嘟嘟答对了 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身体界限 好嘛 我知道了嘛 还有啊 像你们刚刚也都说了 不一样的人碰你们 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 有些人只是碰我 我觉得没关系 可是有些人只是看我 我觉得好害怕哦 我也是 所以 你们也要分清楚 什么是安全的碰触 什么是不安全的碰触哦 我们安全不安全啊 嘟嘟 你想想看哦 上次那个要亲你的叔叔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觉得不舒服 很讨厌 那如果是妈妈的亲亲呢 觉得很温暖 很舒服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你懂了吗 我懂了 以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不喜欢的时候 我就不会让别人亲我抱我 可是知道身体有界限 不让人家碰我又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知道 下来做好自己身体的好主人 对不对 嗯 多多说对咯 这就是有身体自主权的第二步 所以只要有人给你不安全 不舒服 不高兴的感觉 不管他是要碰你 或者只是要和你说话 看着你 也不管他是谁 最好都能马上跑走 免得他在侵犯你的身体界限哦 我们都懂了 我们都懂了 给小朋友的话 各位小朋友 只要你觉得害怕或是不舒服 就应该叫别人不要碰你 而且赶快跑开 这样才是聪明的身体小主人 好了 时间到了 什么是危险 什么是危险 我们看香不香 好香哦 小妹妹 你们这边小学怎么走 那边左转 然后那边右转 然后直直走 有一个红绿灯就大了 左转 右转 那你带我去好了吗 好啊 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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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会告诉他 谁哪知道呱呱怎么了 一直拉着人家跑 害我跑得好累哦 嘟嘟 其实呱呱做的并没有错啊 他是担心你 万一真的碰到坏人 你年纪又小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对嘛 对嘛 好心没好报 坏人脸上又没有写的 我是坏人 我们当然要小心一点咯 可是 我知道 可是我们要帮助别人对不对 嗯 帮助别人是对的 可是也要保护自己啊 你已经告诉他怎么走了 他自己会走 如果找不到呢 他还可以再去找别人啊 就像呱呱说的一样 你年纪那么小 到时候发生事情 叫呱呱还有妈咪怎么办呢 嗯 妈咪我知道了 所以咯 以后要远离默小人一点咯 嗯 其实这样说呢 也不对哦 不过呢 要小心一点就是了 而且啊 会做坏事的人 也不一定是陌生人啊 真的吗 妈咪 我们也要是什么坏人吗 不是的 妈咪不是这意思 妈咪的意思是说呢 不管任何是这个人呢 他都有可能跟你做出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妈咪 要是的人也会啊 嗯 那当然啦 所以啊 只要有人对你做出 你觉得不安全 不舒服 就算很熟很熟的人 你都要跟他说 不要 而且要尽快地离开哦 不管是谁吗 对 不管是谁 对 嗯 嗯 坏人也会有女生吗 当然咯 不管男生 女生 大人 小孩都可能啊 哎呦 好可怕哦 我每个人都是坏人耶 哦 嘟嘟 你太夸张了吧 像我 我就不是坏人啊 所以啊 嘟嘟 世界上好人还是比较多啊 你太紧张了 不过呢 要特别小心坏人就是啦 妈咪 这样好难哦 我怎么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啊 好人 坏人脸上是看不出来的 有些人看起来很好呢 但是也有可能做坏的事情啊 妈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嗯 比方说呢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 如果有个人特别想要接近你 或带你到其他地方呢 千万要小心哦 绝对不可以答应他 妈咪 这样你真不公平 我是女生就这么倒霉 男生就不会这么倒霉 那我也要当男生了 咦 不对哦 也有欺负男生的坏人啊 不是说当男生就比较安全 嗯 所以咯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只要有人要欺负你 你就是不可以 就是要小心哦 真的 嗯 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自主权了 哦 还有啊 嘟嘟 你知不知道 坏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做坏事 嗯 当发现小朋友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对了 所以当你觉得怪怪的时候呢 最好找一个人做伴哦 如果发生事情两个月比较好跑走啊 还有啊 最好不要到一些阴暗边边的角落 天黑了就不要一个人在外面 不怕跟很熟的人在一起 如果感觉怪怪的就要赶快跑 嗯 如果附近呢 有值得你心论的大人或老师呢 你要赶紧把事情告诉他 请他帮忙 或是大喊叫救命啊 都可以哦 你看 妈咪也是这么说 不是我爱大惊小怪 好嘛 放你有理嘛 还有哦 如果呢 有人给你糖吃 就是要帮他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或是跟他走 那时候你怎么办 有糖 那就赶快吃咯 糖吃滚 一定不能吃嘛 对不对 妈咪 对啊 我们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哦 不要因为有糖吃就出卖自己哦 瓜瓜 那如果有人给你钱 给你礼物呢 那当然就 不要拿咯 算你聪明 反正啊 嘟嘟 你要记得 凡事有危险的地方 怪怪的人 怪怪的事情 最好都能够离得软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做好自己身体的好作人的第三步 远离危险 对不对啊 啊 对对对对 要远离危险 嘟嘟 你好聪明哦 我不是超迷 我是超级超迷 我是超级超迷 给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 要做好自己身体的好主人 要庆祝 不该去的地方 觉得危险的人 都要远离一点 主人 很好 争论时间到了 不是你的错 我来找我 阿咪 快快快 瓜瓜变场爆了 嘟嘟 怎么回事 瓜瓜怎么了 瓜瓜变场爆了 刚才我跟瓜瓜走到巷子狗 那里的迪迪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又把瓜瓜抱着了 我追都追不上了 阿咪 快 我们快去救瓜瓜 他们往哪里走 瓜瓜现在在哪里 我在这里了 瓜瓜 别人没有追怎么样 你们人类真是没有礼貌 差点把我的衣服都扯过了 瓜瓜 他怎么样欺负你 没有 就一直说我好可爱 然后又亲我 又抱我的 没办法 原来我是那么受欢迎 对吗 对吗 他马上强大 强爆瓜瓜 对吗 都都 这个话可不要乱讲 他们抱他这么紧 不叫做强爆 强爆不是这个意思 对吗 哪有那么严重 我顶多算是被性骚扰而已 不懂不懂了 强爆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愿意 别人就一定要碰到你的身体 这就叫强爆 包里的爆 你没有同意呢 就随便乱摸你 或是说有关性暗示的话 这就是性骚扰 这些都是为了让别人不舒服的事 对 这些呢 就是侵犯了我们身体的自主圈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呢 那就跟他拼命吧 做了 第一呢 我们要赶紧跑开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那如果跑不掉呢 如果真的跑不掉呢 或是找不到人帮忙呢 千万要记住 生命是最重要的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要紧的事情了 可是这样子不就被人家欺负了吗 那以后怎么办 大家都会直直接点的 好丢脸哦 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呢 别人欺负你 对你做不好不对的事情 应该是他错不是你啊 我们应该尽快的想办法 做出事的人抓起来 让他受惩罚 放我出去 可是 我觉得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 还是好奇怪 要是我啊 我可能永远都不跟别人说哦 嗯 通常呢 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呢 真的心里都不是很好受 也有可能变成心里的秘密哦 嗯 对啊 可是 我们想想看哦 如果你把你的秘密藏在心里面 可能每天担心害怕 反而不好哦 如果 你可以找到你放心的人 把事情说出来 让别人帮助你 也许还能让欺负你的人 不再欺负你 这样不是更好吗 妈咪说了 有问题就可以说出来时间帮忙 像妈咪最好了 我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妈咪说哦 嗯 嘟嘟最贴心了 你们要记得哦 把心里不愉快的感觉丢掉 让自己舒服一点 这样子呢 才是身体的自主权哦 嗯 我 我 我有一个秘密 你可不可以帮我 你说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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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瓜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真的变欺负了 没关系 我可以保护你 哎呦 不是啦 我是在想 真不懂 为什么我那么受欢迎 啊 啊 小兵 小兵 大兵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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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